你可以發現它去合併的 群創一個所謂的這個面板廠 你以為它是做面板級封裝 因為它是玻璃機板 不是 它是要做COAS 那麼大的廠 最後整個都要把它弄成COAS 所以你看COAS 知道COAS有多缺了 那我們看它的產能 你就知道說未來台積電營收 明年後年還是看得非常好 營收現在是1萬7千片 如果未來達到9萬2千片 你看台積電未來營收會衝到哪裡 那空間很大 因為COAS的價格是很貴 所以還在不斷地在漲價 所以它20月不生產 18月也是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發現Intel的話 大概原則上 它現在已經第二季虧了70億美金 這個會繼續虧下去 所以有可能怎樣 有可能 代工部門賣掉 賣給台積電 台積電在今天利多消息蠻多的 包括他自己說 他們產能真的是塞爆了 甚至連簡報都不敢列 到底有多塞 這個塞車有多塞 這個數據都不敢列了 另外海力士的社長自己說要吸手台積電 生產HBM4 Intel不想做代工了 這大家都知道 但他賣給誰呢 之前傳言要賣給Grofond 現在傳說有可能賣給台積電 我們不知道他賣給誰 但台積電也是選項之一 那麼Intel確實在做刪減成本計畫 所以我們來談談台積電 對 雖然台積電今天開高走低 但是消息明的利多不斷 你現在把它衡量 它對未來的一個營收跟獲利的話 幫助很大 所以短線雖然是整理 但未來空間還是很多 我們這樣來看 他的所謂的先進製程的副總叫何俊 他說Coas不敢講數字 因為大家都在追產人 追產人大家都在講 而且現在Coas要漲20到30% 你可以發現就是說Coas漲價 而且他的產能這樣規劃 你可以發現他去合併了 群創一個所謂的面板廠 你以為他是做面板級封裝 因為他是玻璃機板 不是 他是要做Coas 那麼大的廠 最後整個都要把它弄成Coas 所以你看Coas 就知道Coas有多缺了 對 那我們看他的產能 你就知道說未來台積電營收 明年 後年還是看得非常好 你可以發現 在去年的話 他夜產能Coas的話是1.35萬片 那今年第一季沒有很多 第二季 到第三季 到第三季 第四季 從1.4充到3.6 也就是說半年的時間 他的產能的話是增加一倍 那明年要到6.5 6.5 後年要到9.2 有可能到7萬片 以現在的速度 可能現在是保守估計 是6萬5 到9萬片 9萬2千片 你看 營收現在是1萬7千片 如果未來達到9萬2千片 你看台積電未來營收會衝到哪裡 那空間很大 因為Coas的價格是很貴 還在不斷地在漲價 所以第一個的話是Coas這個問題 第二個的話是HBN4 今天有一個消息 HBN4就高頻光高效能的 所謂的記憶體的話 他的訂單 現在跟海力士已經確定了 訂單會增加多少 6到15億美金 假設15億的話 等於是500億 500億的訂單 所以這個訂單很大 那我們這樣講說 過去的Coas是台積電做這個單晶片 邏輯晶片 那這一個低潤的部分的話 是由海尼爾斯跟三星做 然後台積電再把它封裝叫做Coas 把這兩個封裝叫Coas 所以台積電做的是這個單晶片 還有做Coas 賺這兩筆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低潤 它的產能只有12奈米到16奈米 它沒辦法做10奈米 7奈米 5奈米 但是現在虧打說 這個地方叫做基礎晶片 這個基礎晶片不能用10幾奈米做 我的效能要強的話 這個基礎晶片的話 我要用5奈米做 也就是說這個基礎晶片的話 要跟這個單晶片一樣 都是5奈米跟4奈米 三星跟海尼爾斯沒辦法做 那怎麼辦 他就說好 那這一塊的話 台積電你幫我設計 我們一起來做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 變成這個海尼爾斯 直接找台積電一起來做 台積電就增加這個業績 會到6到15億美元 所以這個的話 每一年這樣增加的話 這個對台積電營收也增加非常多 我們三點意思是說 這個HBM的單子 還是有海力士跟NVIDIA要來的 對不對 那雖然他沒辦法做 他也不想放棄 沒辦法做這個基礎晶片 因為他整個是整塊的 所以這整塊有一部分 他就交給台積電來做 那光這部分就可能到500億 對 就是15億美金 15億美金 所以這個對台積電的貢獻 只是一個基礎晶片的部分的話 就可以增加大概500億元給營收 所以這個也是利多 對台積電而後的營收 也是幫助很大 第三個就是Intel這個故事 Intel這個故事的話 比鋼仔的錢 到底賣給誰 比上面這個東西HBM更強 怎麼說 他現在代工效率很差 現在要3000位 所以他的資本支付下降 每年減少17% 他現在開始一直 每一年都要講 他做20A 20A 20A是什麼叫2奈米 2奈米 但他現在這個東西 叫做Core Ultra 200V 這個本來應該是20A做的 結果他現在交給台積電 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現在宣布了20A不做了 我原來設計了20A的東西 我不做了 我全部地單下給台積電 然後他就全力去攻18A 所以沒有2奈米 台積電沒有2奈米 未來是1.8奈米就18A 2奈米的訂單 他本來設計的全部都丟給誰 丟給台積電 這個金額才到 所以Intel將來沒有2奈米 沒有20A 他就不生長20A了 因為我交給你做 你做那麼大 乾脆給他做就好了 我自己做也不見得比較賺 所以你看他的訂單是怎樣 2022年他訂單的話28億美金 給台積電是28億美金 那去年是31億 那今年你看這些訂單 是不是給台積電了 變成68億 所以他一樣是跟海力士的概念一樣 就轉包出去嗎 對對對 也就是說他製造的部分 設計的部分的訂單 本來是要交給他自己的代工 他自己的代工的話 今年代工做不出來 他交給台積電 結果台積電做出來很棒 他只好就交給台積電 所以你看金額本來31億對不對 今年就是8億 那明年呢 110億 所以為什麼說明後年台積電的業績的話 這個更棒 這個比HBM15億美金還好 這是110億 110億 68億的話 也就是說明年他可能還要增加 42億美金的訂單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Intel委外的訂單的話 那個真的才多 那最重要是怎樣 最重要是Intel未來可能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這個Intel未來對台積電的一個攻擊性的話 會越來越弱 三星也沒有攻擊性 所以台積電一支獨秀機會很大 你看 過去他一直宣稱 我要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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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東方矽谷 就是馬來西亞的冰層 他也投資了 那時候他去投資的時候 Infail也去投資 日月光也去投資 然後Push也去投資 結果你可以發現2023年宣布 到現在已經兩年了 現在宣布怎樣 不分擱置 做不出來 做不出來 因為他本身自己出很多的問題 好 那你說馬來西亞一家有問題 他2023年基辛格也掌握很大聲 就說他要去德國東部 而且他投資320億美金 然後那時候歐洲歡迎他 還說我要補助100億美金 這個所謂的聲勢非常的浩大 結果到今年兩年了 才發現當地培育的學院 只有兩人沒人 這樣怎麼 兩個人 兩個人 那請問一下那這樣怎麼生產 所以你看Intel現在的佈局 完全都完全停滯 對台積電的一點威脅都沒有 而且甚至他的訂單都會跑過來 那最後我們再看一下 甚至我們剛才講到說 他是不是20A不生產的 對 兩萬米不生產的 那交給他 18A嘛 他說我全心全力 我要供18A 結果18A的晶片交給博通 好像也不太順利 對 因為博通很重要 博通是全球最大的 X科的科技化晶片 它施暗力35% 你可以發現當然AI第二季公布營收 32.5億 它是年正三倍 我如果今天能夠接到博通訂單 他馬上可以接到11個客戶 也就博通如果說 PASS說訂單下給你 他可能就12個客戶 結果博通說 你的18A無法進行大量生產 量力不高 裡面每一個環節都有問題 這邊有瑕疵 那邊有瑕疵 那邊有瑕疵 所以無法大量的生產 所以他20A不生產 18A也是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發現 Intel的話 大概原則上 他現在已經第二季虧了71美金 這個會繼續虧下去 所以有可能怎樣 有可能 把代工部門賣掉 賣給台積電 雖然Intel之前曾經信誓 淡淡說他要做代工 對不對 他要希望能夠重啟爐灶 他以前就做過了 他做得不好就給台積電做 後來發現不行 那是不是自己拿回來做 所以也跟美國政府申請了非常多的補貼 但後來發現真的沒那麼容易 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路虧損的Intel有可能放棄代工 對 那會賣給台積電嗎 對對 因為他現在賣的話 本來是美國有可能有一些 所謂的這個法案機構 投資機構會來投資 大家發現 每年這樣虧 可能四五年 逃不了所謂的這個損益平等的一個情況 所以到目前為止 可能也沒人要去投資 那最好的投資的話 如果台積電收的話 等於他的員工獲得一個保障 因為如果說 他可以 格羅芳德也可以 格羅芳德 但是技術各方面的話 格羅芳德 他真正要弄到7奈米以上也很困難 他還是跟聯電在拼一些成熟製程的 在先進製程 7奈米5奈米3奈米 格羅芳德還是不行 也就是說這個代工部門 如果是賣給格羅芳德 沒什麼漲進 因為他現在做的是18A跟20A 他現在做的是1.8奈米或是2奈米 這是最先進的 你應該賣給台積電 這個最先進的話 你交給格羅芳德 他沒有那個能力 所以你交給台積電的話 反而非發生的話 還可以幫你優化 對 其實他反而對員工是最大的福利 好 那我們回來看股價 今天我們剛剛也談到 這是一個人的武林 因為在今天就光靠台積電 這94點 通通可以說是台積電貢獻的 對 我是覺得台積電明年的獲利 從過去早期48塊 50塊 51塊 52塊 最近看到最新的報告 這一兩天都是五十六五十七 也就是說大家對明年 看法非常樂觀 也就是說三星年低單 或是英雄低單 全部都會跑到台積電 所以明年獲利還是很好 但是我個人認為 就是說台積電現在這個價位 我們等他公佈營收再來 公佈所謂的八月營收 為什麼 因為他企業營收創新高 但是八月營收現在意估可能會少100億 會少100億 就八月會比較淡一點 所以公佈營收沒有那麼差 而且還不錯的話 我覺得就是個承接點 所以市場可能在等他公佈營收 就是說因為八月本來就會降 降的幅度多少 那是一個關鍵 所以我覺得說等營收公佈 再來做一個承接 但是我覺得COAS這麼熱 這COAS營收本來去年是佔5% 現在佔50% 所以這個是裡面COAS概念股裡面 政策受惠程度最高的 所以我覺得萬論的話 明年做18.7 可以做350塊 400塊區間操作 因為他負的成長率蠻高 那另外的話是檢測時間本來3到5分鐘 現在是15到30分鐘 所以你看他們現在做的這種奈米壓痕的測試儀 那個硬度彈性的話 非常嚴格 所以這個單價的話都非常高 所以代工的這種檢測費用的話就提高很多 對貨利就會幫助 所以COAS其實重點的話是嚴格的檢測 那最後是台光電 因為台光電的話 因為他的印刷電路版本來叫做HDI版 現在改成多層印刷電路版變成怎樣 單價本來兩千塊 他現在訂單變成單價四千塊 所以最近他的股價表現就比較好一點 那反而這些的話 可以400基到550塊做區間操作